十月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茫渺渺无人间 自从盘古破鸿蒙 开辟从姿轻着便 负载群生养智人 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员功 须看西游时恶传 盖文天地之数 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 将一元分为十二会 乃子丑 盈 卯 臣 四 五 未 身 有 虚 亥之十二之也 每会该一万八百岁 且就一日而论 子时的阳气而丑则激明 银不通光而卯则日出 臣时时候而死则哀排 日无天中而未则息错 身时不而日落有 虚黄昏而入定海 辟于大树 若到虚会之中 则天的昏蒙而万无佛矣 再去五千四百岁 较害会之初则荡黑暗 而两间人物居无疑 故约混沌 有五千四百岁 害会将中 真下起源 尽子之会 而父逐渐开明 绍康节曰 东至子之伴 天心无改意 以阳出洞处 万物未生时 到此天时有根 在五千四百岁 正当子会 心情上腾 有日有月 有星有辰 日月星辰 为之四象 古月天开于子 又经五千四百岁 子会将中 尽丑知会 而逐渐兼时 一月大灾前缘 智灾亏源 万物滋生 乃顺成天 之此 地势凝结 在五千四百岁 正当丑惠 重灼下宁 有水 有火 有山 有石 有土 水 火 山 石 土 为之无形 古月 地地与丑 又经五千四百岁 丑惠中而淫惠之初 发生万物 礼约 天气下降 地气上升 天地交合 群物皆生 至此 天清得爽 阴阳交合 在五千四百岁 正当淫惠 生人 生寿 生秦 正为天地人 三才定位 古月 人生于尹 赶盘古开辟 三皇之事 五地定论 世界之间 虽分为四大部州 与东圣神州 与西牛鹤州 与南山部州 与北巨卢州 这部书丹 表东圣神州 海外有一国土 名曰澳来国 国境大海 海中有一座名山 换为花果山 此山乃十州之祖脉 三岛之来龙 自开轻竹而立 鸿蒙盼后而成 真格好山 有慈福未正 赴月 世震汪洋 威宁摇海 世震汪洋 朝永银山于入雪 威宁摇海 拨翻雪浪 渗离渊 水火方于高级上 东海之处 耸重颠 丹崖怪石 薛碧其风 丹崖上 彩凤双鸣 薛碧前 麒麟独卧 风头石听锦鸡鸣 石窟美观龙出入 林中有寿鹿仙虎 树上有林琴玄河 摇草奇花不屑 青松翠百长春 仙桃长结果 修竹美流云 一条剑鹤藤罗蜜 四面原低草色心 正是百川会处晴天柱 万劫无疑大地根 那座山正当顶上 有一块仙石 其时有三张六尺五寸高 有二张四尺为圆 三张六尺五寸高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二张四尺为圆 按正立二十四起 上游九桥八孔 按九宫八卦 四面更无树木遮阴 左右倒有枝兰相衬 盖子开辟以来 美寿天真德秀 日经月华 赶至祭酒 虽有灵通之意 内宇仙包 一日蹦裂 产衣淡卵 四元求养大 阴简锋 化作一个石后 五官俱备 四指皆全 便就学爬学走 败了四方 沐运两道金光 射冲豆腐 京洞高天上圣大资人者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尚帝 驾坐金雀云 宫邻宵宝殿 举己仙清 先有金光艳艳 急命千里眼 顺风而开南天门观看 二江国奉旨出门外 看得真 听得明 须于回报道 陈奉旨观听金光之处 乃东盛神州海东 奥来小国之界 有一座花果山 山上有一仙石 石缠一卵 剑风化一石后 在那礼拜四方 掩韵金光 射冲豆腐 如今福尔水时 金光江前夕矣 玉地垂次安此月 下方之物 乃天地精华所生 不足为意 那侯在山中 却会行走跳跃 施草木 引剑拳 采山花 秘术国 与狼虫为伴 虎豹为群 张布未有 迷缘未亲 夜宿石崖之下 潮游风洞之中 真是山中无甲子 寒尽不知年 一朝天气炎热 与群侯避暑 都在松阴之下玩耍 你看他一个个 跳树攀枝 采花蜜果 炮弹子 瓦摩尔 炮沙窝 细宝塔 赶青亭 扑巴拉 蹭老天 拜菩萨 扯葛藤 鞭草袜 捉狮子 咬又掐 李毛衣 踢指甲 挨打挨 擦的擦 推的推 压的压 扯的扯 拉的拉 请松林下任他玩 绿水溅边随洗浊 一群猴子耍了一会 却去那山溅中洗澡 溅内股溅水奔流 真个似滚瓜涌溅 古云 琴有琴言 瘦有瘦语 众猴都道 这股水不知是那里的水 我们今日感闲无事 瞬间边往上溜头 寻看源流 耍字去掖 喊一声 都拖男妾女 忽敌忽凶 一起跑来 瞬间爬山 直指源流之处 乃是一股瀑布飞泉 但现哪 一派白红起 千寻雪浪飞 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海一 冷气分清涨 与流润脆微 缠原名瀑布 真似挂连尾 忠侯拍手称杨道 好水 好水 原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 直接大海直播 又道 那一个有本事的 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 不伤身体者 我等几百他未亡 连呼了三声 忽见从杂中 跳出一个时候 应声高叫道 我进去 我进去 好好 也是他 今日方明显 时来大运通 有原居此地 往潜入仙宫 你看他明目蹲深 江山一纵 竟跳入瀑布泉中 呼睁睛抬头观看 那里滇却无水无波 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 他住了身 定了神 仔细再看 原来是坐铁板桥 桥下之水 冲灌于石桥之间 倒挂流出去 遮蔽了桥门 却又欠身上桥头 再走再看 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 真个好所在 但现哪 脆险堆栏 白云浮育 光摇片片烟霞 虚窗竟是 花凳板生花 鲁窟龙珠一挂 迎回满地奇葩 郭枣棒牙存活计 尊雷靠 按键摇渣 十座十床真可爱 十盆十碗更堪跨 又见那一杆两杆修竹 三点五点梅花 几树轻松长带雨 浑然像个人家 看坝多时 跳过桥中间 左右观看 只见正当中有一弹结 结上有一行楷书大字 捐柱花裹山浮地 水帘洞洞天 十元喜不自盛 急愁身往外便走 赋明目蹲身 跳出水外 打了两个赫赫道 大造化 大造化 钟侯把他围住 问道 里面怎么样 水有多深 石侯道 没水 墨水 原来是一座铁板桥 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家当 钟侯道 怎见的是各家当 石侯笑道 这骨水乃是桥下冲灌石桥 倒挂下来 遮蔽门户的 桥边有花有树 乃是一座石房 房内有石窝 石灶 石碗 石盆 石床 石凳 中间一块石结上 圈柱花裹山浮地 水帘洞洞天 真格是我们安身之处 里面且是宽阔 容得千百口老小 我们都进去住 也省得受老天之气 这里边 刮风有触躲 下雨好存身 霜雪全无惧 雷声永不吻 烟霞常照耀 祥瑞美争勋 松竹年年秀 齐花日日心 众侯听得 各个欢喜 都道 你还先走 带我们进去 进去 石侯却又明目蹲身 往里一跳 叫道 都随我进来 进来 那些猴有胆大的 都跳进去了 胆小的 一个个身头缩紧 抓耳挠腮 大声叫喊 禅议会 也都进去了 跳过桥头 一个个抢盆夺碗 站造争疮 搬过来 一过去 正是猴性顽猎 再无一个凝食 只搬的 立卷神体方指 石元端座上面道 猎位呀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你们才说 有本事尽得来 出得去 补伤身体者 就拜他为王 我如今进来又出去 出去又进来 学了这一个 洞天于列位 安眠稳睡 各项成家之福 何不拜我为王 众侯听说 即拱服无为 一个各续齿排斑 朝上礼拜 都称千岁大王 自此 石元高登王位 将识字而引了 虽称美猴王 有诗未证 十月 三阳交太产群生 先识包寒日月经 借卵化猴丸大道 假他民姓陪丹成 美官不识因无相 外何明知作有心 历代人人皆属此 称王称圣任纵横 美猴王领一群猿猴 美猴 马猴等 分派了君臣作事 招游花果山 木塑水连洞 何其同情 不入飞鸟之丛 不从走兽之类 独自为王 不胜欢乐 时宜 春彩百花为饮食 下群诸果做生涯 修收玉璃岩时节 东密黄京度碎化 美猴王享乐天真 何其有三无百载 一日 与群猴喜宴之间 忽然忧恼 剁下泪来 众猴慌忙罗拜道 大王何谓烦恼 猴王道 我虽在欢喜之时 却有一点远虑 故此烦恼 众猴又笑道 大王好不知足 我等日日欢慧 在仙山府邸 鼓动神州 不服其林霞 不服凤凰馆 又不服人间王位 所拘束 自由自在 乃无量之福 为何远律而优也 猴王道 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 不具禽兽威严 将来年老血衰 暗中有阎王老子管住 一旦身亡 可不往生世界之中 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忠侯闻此言 一个个颜面悲蹄 据以无常位律 只见那班部中 忽跳出一个通北猿猴 历生高叫道 大王若是这般远律 真所未到心开发也 如今五重之内 唯有三等名色 不服阎王老子所管 侯王道 你知那三等人 猿猴道 乃是佛语先与神圣三者 躲过轮回 不生不灭 与天地山川起手 猴王道 此三者居于何所 猿猴道 他只在阎府世界之中 鼓动仙山之内 猴王闻之 满心欢喜道 我明日就此如等下山 云游海角 远射天涯 务必访此三者 学一个不老长生 常躲过阎君之难易 这句话 顿轿跳出轮回网 只是齐天大声称 众侯鼓掌称阳 都道 善哉 善哉 我等明日月领登山 广寻些国品 大赦炎宴 送大王也 此日 众侯果去采仙桃 摘一果 刨山药 竹黄金 枝兰相会 摇草齐花 斑斑渐渐 整整齐齐 摆开十凳十桌 排列鲜酒鲜咬 但现那 金丸珠谈 红盏黄肥 金丸珠谈辣樱桃 色真甘美 红盏黄肥如梅子 胃果香酸 鲜龙眼 肉甜皮薄 火荔枝 和小囊红 林琴必失联之险 琵琶香包 待夜情 兔头梨子鸡心枣 萧可厨房更解成 香桃烂性 美甘甘死玉叶穷江 翠里扬眉 酸阴阴如质素高涝 红囊黑子熟西瓜 四半黄皮大狮子 石榴裂破 丹沙利现火荆株 玉里剖开 兼硬肉团筋玛脑 胡桃银杏可传茶 叶子葡萄能做酒 真松匪卖满盘胜 举者甘成银暗摆 熟为山药 滥煮黄金 捣碎扶林并异 石锅为火慢吹耕 人间纵有真修为 怎比山猴乐更盈 群猴尊美猴王上座 各依尺间排于下边 一个个轮流上前奉酒 奉花奉果 痛饮了一日 此日美猴王早起 叫小的们 替我折些枯松 编作法子 许个竹竿作高 收拾些果品之类 我将去也 果独子登法 锦力撑开 飘飘荡荡 竟向大海拨中 趁天风 来渡南山 不周地界 这一去 正是呢 天产先侯到杭龙 离山架 罚趁天风 飘扬过海巡仙道 立志潜心建大功 有份有缘修俗愿 无忧无虑会缘龙 料应碧玉之音者 说破缘留万法通 也是他运至时来 自登木伐之后 连日东南封锦 将他送到西北岸前 乃是南山布州地界 持高是水 偶得潜水 弃了法子 跳上岸来 只见海边有人捕鱼 打雁 亚哈 桃檐 他走近前 弄个把戏 装个掐虎 吓得那些人丢筐气网 四散奔跑 将那跑不动地拿住一个 拨了他衣裳 也学人穿在身上 摇摇摆摆 穿舟过府 在诗禅中学人里 学人话 朝参耶稣 一心礼访问佛 先神圣之道 密个长生不老之方 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 更无一个未申明者 正是那 争名夺利己师修 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驻驴螺丝骏马 官居宰相望望侯 只愁衣食丹劳碌 何怕严君就取钩 继子应孙图富贵 更无一个肯回头 侯王参访仙道 无缘的御 在于南善布州 串长城 有小县 布绝八九年雨 呼行至西洋大海 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 独自个依前作法 又飘过西海 直指犀牛鹤州地界 登岸辩访多时 呼见一座高山秀丽 临路幽深 他也不怕狼虫 不惧虎豹 登上山顶上观看 果实好山 千锋排挤 万刃开平 日映蓝光清索脆 雨收带色冷寒清 寿藤蝉老树 古渡界幽城 齐花锐草 修竹桥松 修竹桥松 万载长青其府邸 齐花锐草 似时不屑在彭营 幽鸟提声劲 圆拳响溜青 重重苦贺之拦绕 处处缠崖台显生 岂伏鸾头龙脉好 必有高人隐姓名 正观看见 忽闻得临身之处 有人言语 急忙驱步 穿入林中 侧耳而听 原来是歌唱之声 隔约 观起磕烂 伐木蒸蒸 云边谷口徐行 卖心孤酒 狂笑自陶情 苍境秋高 怼月阵松根 一绝天明 任旧林 灯崖过岭 持斧断哭疼 收来成一旦 行歌世上 一米三生 更无些子征静 实价平平 不会积谋巧算 莫荣辱 甜淡言生 相逢处 飞仙即道 静坐蒋黄庭 美侯王庭的此言 满心欢喜道 神仙原来藏在这里 急忙跳入里面 仔细再看 乃是一个乔子 在那里拘幅砍柴 但看他打扮非常 头上戴若栗 乃是心损出托之托 身上穿布衣 乃是木棉碾旧之杀 腰间喜环涛 乃是老残口吐之丝 足下他草驴 乃是枯沙茶旧之爽 手指尊刚辅 丹丸火麻绳 半松皮枯树 争似此巧能 侯王进前教导 老神仙 弟子起手 那乔汉慌忙丢了府 转身搭理道 不当人 不当人 我浊汉一时不全 怎敢当神仙二字 侯王道 你不是神仙 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 乔夫道 我说慎魔神仙话 侯王道 我才来至临边 只听着你说 相逢处 非仙几道 静坐讲 黄庭 黄庭乃道德真言 非神仙何 乔夫笑道 实不瞒你说 这个慈名座 满庭方 乃一神仙教我的 那神仙与我设下相邻 他献我家世劳苦 日常烦恼 叫我于烦恼时 即把这词念念 一则散心 二则解困 我才有些不足处思虑 故此念念 不期被你听了 侯王道 你家既与神仙相邻 何不从他修行 学得个不老之方 却不是好 乔夫道 我一生命苦 自幼蒙父母 养育至八九岁 才知人士 不幸负丧 母亲居双 再无兄弟姊妹 只我一人 没奈何 早晚侍奉 如今母老 一发不敢抛离 却又田园荒芜 衣食不足 只得着两束柴心 挑向是禅至尖 获几文钱 敌几生米 自吹自造 安排些茶饭 供养老母 所以不能修行 侯王道 据你说起来 乃是一个行教的君子 向后避有好处 但望你 只与我那神仙住处 却好拜访去也 乔夫道 不远 不远 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 山中有座 斜月三星洞 那洞中有一个神仙 称名须菩提祖师 那祖师出去的徒弟 也不计其数 见今还有三四十人 从他修行 你顺那条小路 向南行七八里远近 即是他家了 侯王用手扯住 乔夫道 老兄 你便同我去去 若还得了好处 绝不忘你指引之恩 乔夫道 你这汉子甚不通便 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 你还不行 假若我与你去了 却不误了我的生意 老母何人奉养 我要着柴 你自去 自去 侯王听说 只得相辞 出身岭 找上路径 过一山坡 约有七八里远 果然忘记一座洞府 挺身观看 真好去处 担心 烟霞散彩 日月咬光 千株老百 万劫羞黄 千株老百 带雨半空清冉冉 万劫羞黄 寒烟一褐色苍苍 门外其花不紧 桥边摇草喷香 石崖突兀青苔润 玄笔高张 翠仙长 石门仙鹤立 美县凤凰乡 仙鹤历史 深圳九高潇汉远 凤凰乡起 林毛五色彩云光 玄园白鹿隐隐线 金诗宇向人心藏 戏观林府邸 真格赛天堂 又见那栋门紧闭 竟悄悄杳无人计 呼回头 县衙头立一石碑 约有三丈余高 八尺余阔 尚有一行十个大字 乃是灵台方寸山 斜跃三星洞 美猴王十分欢喜道 此间人果是朴实 果有此山此洞 看够多时 不敢敲门 且去跳上松枝烧头 债松子吃了玩耍 少请间 只听得压的一声 洞门开出 里面走出一个仙童 真格风自英伟 相貌清奇 比寻常俗子不同 但献他 抓几双丝碗 宽袍两袖风 卖和身自别 心语相聚空 物外常年刻 山中永寿同 一尘全部染 甲子人翻腾 那童子出的门来 告叫道 圣魔人在此骚扰 侯王扑地跳下树来 上前攻身道 仙童 我是个仿道学贤之弟子 更不敢在此骚扰 仙童笑道 你是各仿道的魔 侯王道 是 童子道 我家师父正才下榻 灯坛讲道 还未说出缘由 就叫我出来开门 说 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 可去接待接待 想必就是你了 侯王笑道 是我 是我 童子道 你跟我进来 这侯王整一端俗 随童子竟入洞 天深处观看 一层层深阁穷楼 一进进诸宫被阙 说不尽那竟是幽居 直至摇台之下 见那菩提祖师端 坐在台上 两边有三十个 小仙势力台下 果然是 大觉金仙莫构姿 西方妙 向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 全弃全神万万词 空气自然随便化 真如本性认为之 宇天同树桩掩体 历劫民心大法师 美侯王一见 倒身下拜 磕头不计其数 口中指道 师父 师父 我弟子执心朝礼 执心朝礼 祖师道 你是那方人士 且说个相关 姓名明白 再拜 侯王道 弟子乃东圣神州 澳来国花国山水 联动人士 祖师贺令 赶出去 他本是个洒乍 倒须之徒 那里修甚魔道国 侯王慌忙磕头不住道 弟子是老师之言 绝无虚诈 祖师道 你既老师 怎么说东圣神州 那去处到我这里 隔两重大海 一座南山不周 如何就得到此 侯王叩头道 弟子飘扬过海 登界游方 有十数个年头 方才放到此处 祖师道 既是朱简行来的也罢 你姓慎魔 侯王又道 我无姓 人若骂我 我也不恼 若打我 我也不称 只是赔个礼儿就罢了 一生无姓 祖师道 不是这个姓 你父母原来姓慎魔 侯王道 我也无父母 祖师道 既无父母 想是树上生的 侯王道 我虽不是树上生 却是十里长的 我只记得花果山上有一块鲜石 其年时破 我便生也 祖师闻言暗息 道 这等说 却是个天地生成的 你起来走走我看 侯王纵身跳起 拐呀拐地走了两遍 祖师笑道 你身屈虽是笔漏 却像各时松果的胡孙 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 义子教你姓胡 胡子去了各寿磅 乃是个古月 古者老也 月者阴也 老阴不能化育 教你姓孙道好 孙子去了寿磅 乃是个子系 子者而男也 系者 阴系也 正合阴儿之本论 教你姓孙吧 侯王听说 满心欢喜 朝上叩头道 好 好 好 今日方之姓也 万望师父慈悲 既然有姓 再起自个名字 学好呼唤 祖师道 我们中有十二个字 分派起名 道你乃第十辈之小徒乙 侯王道 那十二个字 祖师道 乃广 大 智慧 真 如 性 海 影 物 原 绝十二字 排到你 正当物字 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 好魔 侯王笑道 好 好 好 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 正是 鸿芒出辟原无性 打破顽空虚悟空 毕竟不知 向后修歇 甚魔道过 且听下回分解